吃風是馬來語旅行的意思 最近在臺灣的英文空間 就首次展出十三位馬來西亞 藝術家各種以旅行為主題的作品 展覽名稱就叫做吃風 早年馬來西亞的經濟狀況並不好 他們的計畫旅遊跟跳飛機 這兩個名詞 看起來好像都跟旅行有關 但其實就是偷渡的意思 有藝術家就以此創作了一系列的作品 還有一位藝術家很可愛 他自製旅遊地圖 你可以照著他的地圖 去看他的塗鴉作品 三個手工人偶被掛在吊扇上 不停旋轉 這是藝術家 同時也是策展人福芳俊的作品 我選的這三個人偶 就是我們的三大民族 有華人 印度人跟馬來人 我想要呈現的方式 就是他們要準備去吃風 所以他們應該是穿得很漂亮 我希望能夠呈現這個感覺 就是他們準備去旅行 他們是很開心的樣子 同樣是福芳俊的作品 馬來西亞的童年遊戲跳飛機 在台灣稱作跳格子 福芳俊長大後才了解跳飛機這個名字 有另一番辛酸的意義 其實跳飛機跟我們小時候玩的那個跳格子是很接近的 可是跳格子本身是很開心的很很童真的一個遊戲嘛 可是在馬來西亞跳飛機就是偷渡的意思 一般人的計畫旅行是去遠方玩 總有回家的一天 但是福芳俊說計畫旅行這四個字 在早年的馬來西亞有特別的意義 因為過去資源匱乏 許多人的旅行計畫其實是一個偷渡行動 十三位馬來西亞藝術家創作有關旅行的意義展覽 首次在台灣展出 展覽名稱就叫做吃風 Makkan Anin 在馬來語有旅行度假的意思 旅行這個東西是 它某種程度上是一個universal的概念 就是每個人對旅行 他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經驗 那可能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詮釋 那它就很快的從吃風這種就是很浪漫的意向 它可以進入到每一個不同社會的狀況 一般官方的旅遊地圖大多介紹風景 美食 歷史等等 藝術家搞怪自製地圖 將自己的作品也收入其中 他特製的地圖 你只要按著星星旅遊 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穫 馬來西亞藝術家對於旅行有不同的詮釋 邀請大家來吃風 親自感受旅行的意義